White Eye Tattoo A V I S U A L L Y S T U N N I N G Y E T C O N T R O V E R S I A L T Y P E O F B O T Y A R T 在某些圈子里,黑色纹身变得越来越流行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人责偏好白墨水纹身 这是一个新趋势 人们坚持用白墨水进行纹身 没有任何黑色轮廓或多余颜色 白墨水纹身基本上只有轮廓线条 如果纹得好的话,它会看起来非常美丽 但它同时也很有很大几率,会变成一场灾难 在网络上,人们对白墨水纹身的看法更异 有些人认为它们格外美丽 而有些人则认为专业纹身、艺术家 绝不会推荐白墨水纹身 因为其效果微弱 纹不好的话还有可能看起来像伤疤,甚至皮肤病 此外,白墨水褪色更快 会留下难看的淡光色 尤其是使用品质低劣的墨水时 Ink the Neroite是一个纹身网站 上面有各式各样的白墨水纹身 白墨水纹身可以很绚丽 尤其是在紫外光下 但纹好并不容易 白墨水并不能很好地显示在所有色色上 因此设计本身总是比较柔和 这意味着,愈合过程中的皮肤将比白墨水本身还显眼 这可以是件好事,也可以是件坏事 白墨水可以比黑墨水更加突出纹身 而且它还可以制造发光纹身 将白墨水和其他墨水混合 产生闪亮的光泽 同时,我们可以对外墨水进行淡化处理 在皮肤上留下几乎不为人察觉的线条 由于白墨水颜色很淡 饱和度较低 因此很容易制造立体效果 3D阴影 白墨水纹身的关键在于 合理选择设计和纹身是 一般来说,我们要避开微小的超像设计 免得最后变成挫窗或蚊虫叮扰式的痕迹 也要避免大型设计容易不均匀 因此中等大小的白墨水纹身最为合适 此外,墨水的质量 对,纹身的维持时间很重要 所有纹身都会消退 但白墨水纹身消退速度更快 如果选择低裂墨水 那么没多久,纹身就会变成淡黄色 最后,绝大多数白墨水纹身都需要进一步修饰 但效果肯定不及起初 同时,肤色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人眼天生会被对比所吸引 因此白墨水纹身在深色皮肤上效果最佳 作用于浅色皮肤 那么颜料需要加入更多色素 才能让纹身更加明显 色素较少时 纹身会变得透明 总而言之 记得咨询经验丰富的纹身师 ,请不吝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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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